其实人民不敢出来讲话 或者是说文化人不敢出声 这不是好现象 政府应该去想一下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 只有独裁的国家 文化人才不会出来讲话 我觉得如果我出来讲话 而没有试去证明说 好 这个国家不是独裁的 对不对 那么你先 就是说这些人的心里面 其实是他认为这个国家是独裁的 所以他怕失去 他现有的东西 他不敢出来讲话 投票 我觉得有时候他们就 人总是有点自私的 我自私反对党 最好他不要在我这一区 因为如果在这一区 可能我这一区就麻烦了 就没有人打理 他们有这种观念 尤其是家庭主妇 他们怕说 电梯不方便 没有人管 这一区肮脏等等 就是他们担心这个事情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用担心的 我觉得这个不是议员打理的吗 是讨考社打理的吗 议员哪里有那么多时间来打理 议员的任务是什么呢 议员的任务就是要听 人民的问题 听他们有什么问题 就是这一区里面有什么问题 然后到议会里面提出来 跟政府质问 本来就是我没有见过他 都是媒体给我的印象 报道上的印象 我的印象他是一个比较 粗暴 语言粗暴的人 我真正的认识徐顺权 是在三年前 也就是2013年 他和他的太太 带着他的著作 到我的经营的书店来寄卖 他给我的印象是 温文尔雅 诚恳 甩直 就是说 我觉得他 他完全是靠坐 他认为对的事情 就是对的 错就是错的 他认为他不应该这样的 他就还是站着想 他不怕 再来一次告他破产 因为新加坡人都很现实 因为都很怕 很怕这种官司 惹上官司 我记得好像最近发生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 有一个少年在学校被警察带走了 在没有老师 没有家长的陪同之下 在警察局收到盘问 应该是长时间的盘问 那么大概是压力太大了 回家后就自杀了 那么我就看到徐顺权站出来 对这个学校 对警察局 发出质问 还有另外一件事是 有一个国民服役的年轻人 在兵役里面受训的时候 死了 那么我也看到徐顺权站出来 向国防部质问 某些权力我们应该有的 因为那个政策就剥夺了我们一些权力 这个是很多人是没有注意到的 最重要的是 人的那个基本的 我们所拥有的某些身体上的自由等等 言论上的自由批评的自由这些都没有了 如果没有了批评的自由 那就很严重的事情了 徐顺权是一个勇于站出来 向政府提出质问的人 我觉得我们的国会需要一个这样的预言 所以我希望这一次的布吉巴多德普选 他能够进入国会 让我们听到另外一种直询的声音 听到多一点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声音 有人说 徐顺权和执政了50年的执政党对垒 是鸡蛋碰尺头 但是我选择站在鸡蛋这一边 我也希望你们站在鸡蛋这一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